大家好 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心理法则 心理法则这个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如果你对其中内容没有非常细致的了解的话 可能对这个词会有误解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 心理法则就是说 我想中彩票就能中彩票 我想成为富豪就能成为富豪 我想世界怎样 世界就能怎样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其实心理法则不是这样一个东西 心理法则根本上是提供了一个 改善你自己生活的思想方式 这个思想的根源就是 如果你真心希望你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它就有可能慢慢变成那个样子 无论好坏 对吧 它不是一定 希望变坏 如果你的思想根源并没有希望它变好了 它就不会变好 也就是说你的生活状态 其实是你思想状态的一种体现 是说明这个事情 而且它确实是有一定根据的 虽然这个现象产生的原理 我们现在并不清楚 但是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 你的思想你的想法 和你现在的状态 未来生活的状态是有直接关系的 就像量子力学一样 就是物理学家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 量子力学其中的原理 但是我们是可以根据它的现象 总结成公式家里利用的 其实所有和意识相关的现象 我们现在用科学都是无法解释的 这个悉尼法则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量子力学之所以无法解释 也是因为它和意识相关的 但是无法解释并不代表它就是错的 如果我们无法解释量子力学 就认为它是错的话 那么现在所有的芯片产品都是不存在 手机电脑都是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 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手机电脑究竟和量子力学有什么关系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手机里面有一个设备 它是用来控制电流的 这个电流我希望它打到这个墙上的时候 过去1% 以前如果没有量子力学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闸门 就是每一秒我就开1%秒 让这个电流过去一点 这不就过去1%吗 但是我们在量子身上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量子有量子穿碎的这么一个能力 就是明明是它穿不过去的一面墙 它总有一定的概率可以穿过它 如果这个概率恰好是1%的话 那我们这面墙就不用动了 它总有1%的概率会穿过嘛 这个有闸门和没有闸门有什么区别 就是如果有闸门的话 它就有个机械装置 这个东西就会很大 就没有办法作小 但是如果你没有闸门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得很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电脑手机 都会越来越包裂 那怎么控制它恰好是1% 这是它的一个现象 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总会通过1% 只是我们观测到 对于这种晶体 它就恰好能通过1% 那为什么我们又刚好需要 只能通过1% 这就是电路设计上的需求了 如果你需要2%的话 就有其他的设计 但是你就不用设置这种闸门 和复杂的机械结构 我们知道这个现象 也知道它能穿过多少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原理 就这样用着 就这样用着 细腻法则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原理 它为什么会吸引 为什么会实现一些我的想法 但是你可以用 好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细腻法则 首先细腻法则这个词被大众所熟知 是因为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The Secret 《秘密》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制片人朗达·拜恩之作的 2006年上映 是一部采访纪录电影 就是说他采访了一堆成功人士 你现在是成功人士 回答他一些问题 这样的 那么这个朗达·拜恩采访了20个成功人士之后 说发现了一个他们成功背后的秘密 这个秘密一些成功人士他自己是知道的 但是他没有告诉过别人 而有些成功人士他自己不知道 只是恰巧他符合了成功的条件 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吸引力法则 之所以成作秘密 也就是因为大部分实质上是不知道的 只有少部分的人知道 于是作者就把吸引力法则的作用和用法 总结成了一个电影拍出来 这个电影公开之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投入了仅仅35万美金 但是票房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达到了惊人700万美金 就是20倍成本 于是朗达·拜恩就立刻把这个电影写成书了 一般都是先有书后有电影 他不是 他是制片人 他会做电影先做了电影 发这个电影火了马上给他做成书 这个书也叫秘密 同名的 后来这个书一爆卖 全世界贩卖量超过了3000万部 就是说马上就要赶上我们以前介绍过 成功的七个习惯 不过这两本书稍微有点不一样 成功的七个习惯是给精英人士成功人士干的 告诉你怎么进一步成功的 而秘密是面向所有人的 甚至可以说这个书的大部分读者 是生活中有很多不顺 有很多苦恼的人 但是如果你生活一直都很顺利 可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共鸣 好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吸引力法则 这个电影上来就说 自古所有的成功人士 所有的 其实都在默默的使用吸引力法则 比如说莎士比亚 牛顿 爱因斯坦这些人 甚至释迦摩尼 这种开悟的人 其实都是 释迦摩尼他有没有用吸引力法则不能直接知道 但是佛经中很多经文讲的就是吸引力法则 作者说吸引力法则 其实就像众理万有引力一样 是个自然法则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按照这个法则在运作着 只是他不像万有引力一样 有一个公式 当然有可能是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 还没总结出来 但这个法则是绝对存在的 而如果你会使用这个法则 你就能够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你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你会使用 你会使用 好 接下来作者说的吸引力法则 其实是由两个法则组成的 一个法则叫做物以类聚 另一个法则叫做思想现实化 我们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根据吸引力法则 人其实会严重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而渐渐的变成和周围的人一样的人 这个一样是指你的性格 你的思考方式 你的逻辑 你的人生观 世界观 都会渐渐的和你接触的人 变得越来越像 这个就叫物以类聚 物以类聚的结果 就是你会受到周围的影响 渐渐的过上和周围人一样的人生 作者说 其实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 你和周围的人越来越像 甚至你自己都会有感觉 比如说你的年兽 就应该等于你最常接触的 五个人的年兽的平均值 怎么能知道别人的年兽 这也是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可以算一下 比如说你经常接触 就是公司那几个人 大家知道他们的收入 是吧 你就应该跟他们差不多 你生活中接触的胖子多 你自然就容易胖 你接触的瘦子多 你就比较容易瘦 你周围幸福的人多 你就比较容易感受到幸福 你周围不幸的人多 你就更容易感受到不幸 所以作者说我们对于别人的幸福 别人的成功 应该更多的是祝福的这种态度 因为你如果不祝福 你就到了对立面去了 你就很容易不幸 也就是说你不要和一个幸运人成为敌人 就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你没有女朋友的话 你就不要和一帮单身的人凑在一起 你如果想结婚的话 就应该多和已经结婚的人在一起 会得到很多的经验 也就可以帮助你能够结婚 我会给大家介绍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 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的话 成为有钱人 你就应该多去接触这些人 对 我们会员里有好多成功人士 对不对 越接触大家越成功嘛 对不对 是的 如果你能够多和这些成功人士接触了 你的思维方式就渐渐地接近他们 当遇到困难或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会和他们类似 就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人生就会发生类似的改变 就是感觉这是好久以前 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时候的一些方法 不是 网络发达了之后 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成功人士 是这个意思 你不用真的去面对面地接触这些成功人士 对 你受到他们的影响就可以了 你可以学习他们的人生态度 但是你不要坐键盘侠 不断地攻击别人 你攻击这些成功人士 你就站到他们对立面了 你永远都是不幸的那个 近朱者尺 近墨者黑 你距离成功人士越近你就越成 而且一个人在生活幸福很开心的情况下 也不会刻意去攻击别人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会去攻击别人 首先就已经证明你可能 有一些怨气 没错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和你理想中的人 接触这个时间也有尽可能的长 你说接触了一下子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个潜移默化 需要时间的这种转变 这种影响 吸引你法则不是你一吸就能吸过来的 你要不停的吸一边把它吸过来 吸行大法 吸行大法也需要点时间 还有就是 比如说你想瘦 你想减肥 就不要天天看美食节目 对不对 多和瘦子成为朋友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去健身房 要比在家里健身有用的原因 你可能想 教练教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在健身房也听这些 在家电视也看这些 我就不用去了 还省钱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去到健身房 你可以看到很多和你一样 努力的想要健身的人 你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会更加的努力 你在家里 你在这健身的时候 旁边还有个人在吃东西 你怎么可能努力呢 是不是 所以真正影响你发生变化的 是周围的环境 是吧 周围所有人的影响 而不是教练说你几句话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在一个国家 学不会外语的原因 环境没有 周围人都不说你这种语言 你怎么可能学会的 但是你到了国外 你很快就会学会 所以你接触的人 直接决定了你的人生 这就是吸引你法则中的物以类聚的法则 相似的东西就会互相吸引 所以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去接触什么样的人就好了 好 介绍完物以类聚之后 我们介绍了它其中的第二个法则 叫思想现实化 思想现实化就是说 我们的想法是具有实际吸引力的 由于这个引力的作用 现实世界会不断地靠近你的想法 大家注意 它不是说思想一下子就会变成现实 它是有引力 它能把它不断地靠近你 需要一定的时间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 你就会渐渐渐渐地成为成功人士 他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吸引你法则的例子 他说如果你有一天成为了有钱人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钱人还是蛮多的 在你没有成为有钱人之前 你会觉得有钱人好少 他说孕妇也是这样 当你怀孕了一天 你会发现周围好多孕妇 但是你没有怀孕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可能一年我都碰不着一个孕妇 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吸引法则 就是你遇到一个难题解决不了 你走路上突然看到个广告牌 这个广告牌上的一句话呢 可能就给你的灵感 我就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有个问题解决不了 我就睡觉 结果做梦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的答案 这就是一种吸引力法则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然后这个答案就渐渐地靠近你 最后被你吸引来了 所以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 想成为有钱人的话 你就要一直想这个事情 直到自己真的信了为止 如果你有半点怀疑 就说明你骨子里 并没有相信自己会成功 其实不相信自己会成功还好 大不了不成功 而吸引力法则我说了 它是什么都吸引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成功的话 它会吸引你失败的结果 你懂吗 它会反向吸引 吸引了不好的东西 所以吸引法则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你究竟信什么 表面功夫是没有用的 就是你假装自己是有钱人 假装自己是孕妇是没有用的 要深信不疑 就是不要有容貌焦虑 只要相信自己很美很漂亮 对 你就真的会变美变漂亮 但是大家要注意 心理法则为什么不叫成功法则呢 就是因为它不仅吸引成功的 也吸引不成功不好的东西 终究是吸引而已 取决于你的真实想法 比如说愤怒压力 这负面的情绪 其实都是从小小的 一点点的负面情绪开始 就是这小小的一点点负面情绪 不断的吸引更多的负面情绪 最终造成你无比的愤怒 无比的压力 最终抑郁生病 那如果爆发一次会好一些吗 爆发一次其实没什么用 根本上是你的想法的问题 你的想法不转变是不行的 所以生病啊 通常是你想法有问题的一个标志 可是抑郁本身它是一种病毒不是吗 那你那会儿听我讲啊 其实我都能给你解答了 不过有人每天都很愤怒 都很抑郁 然后还很健康 对不对 所以你生病就说明你的身体在提醒你 就是你最近的想法有个问题 正所谓的病犹新生 解决了唯一办法的就是把负面能量的想法 扼杀它摇篮这种 就任何的想法 不管好的想法不好的想法 都是从一点点开始 在这个不好的想法出现了 一瞬间就把它扼杀掉 转移注意力 不去看它了 然后植入一个正面的想法 这个正面的想法 就会不断吸引更多的正面的想法 正能量的东西 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身体就越来越健康 生了病的人都会痊愈 真的假的 我们以前在16小时进食的影片中 曾经讲过 就人体的细胞每三个月会全部换一次 除了脑细胞之外 也就是说 你每三个月其实换了一个人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的想法改变了之后 过三个月 你一些不好的细胞就会被换掉 生病的地方就会痊愈 理论上是这样的 所以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想法 是足以治百病的 其实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证明 就是安慰剂效应 就是你给病人吃一个糖豆 吃个面团 说这是治疗你疾病的特效药 或者给他做一个假手术 只把肚子豁开 没做手术就缝上了 说手术一切成功 非常完美 有点像江湖骗子了 那倒算了 其实医生都在使用这个手法了 他们都会说手术成功 没有人手术挺成功的说不行 那这个病人就吓死了 那么这种伪药也好 伪手术做完之后 总会有一部分病人表现出病情好转的症状 也就是说你只要相信这个药有用 它就会有用 只是在成分上它根本就没用 这个安慰剂效应在1955年时候 就通过了双盲测试的验证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有效的 而且它这个有效不是一种心理安慰 比如说疼痛 病人觉得我好像不疼了 这属于心理的 他们经过化验了 就是从病症上 它就是缓解的 那么安慰剂效应其实还好 最可怕的是大家不知道 还有一个反安慰剂效应 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个药没用 即使这个药是灵丹妙药 它也会失效的 这个也是经过验证了 那么为了防止大家过度解读 这个安慰剂效应 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安慰剂效应 并不能当药来使用 安慰剂效应只是对一部分患者 和一部分疾病有效 它更多的是对于药效的影响 它能够扩大或者是减小药性 你说护肤品是不是也那样 对 我朋友就总说这个有效果 那个有效果 他都能感受到 然后我用起来就都过敏 不信 你就不信就不信 即使有效也减半 如果真的没效 就更加没效了 是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治病最终是靠药的 但是能不能治好是靠心情的 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再回来 就是由于好的心情 极正面的想法了 可以带来好的身体 好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保持 良好的心态 心态很难自己控制 是很难 道理都想得开 但是就是 一会我会告诉你一些技巧的 可以帮助你控制良好的心态 而且这种良好心态 不能是假的 必须发自内心深处的 有可能是假的 对不对 其实任何不好的想法 都是从一点点负面情绪开始 而它在小的时候 是很容易调解恶恶啥的 它一旦膨胀了 就会带来一堆的负面情绪 你想冷静都无法冷静 当时我要冷静冷静 就没有用了 福药中为什么要强调心无杂念 就是因为杂念会吸引来更多的杂念 烦恼会吸引来更多的烦恼 痛苦吸引来更多的痛苦 这样的话 你人生只会越来越糟糕 相反 如果你能够向往美好 向往幸福的话 你这种正面的思想 就会吸引更多的正面的思想 更多的幸福 到你人生之中 作者说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是一个脑电波的发射装置 而世界就是脑电波的一个接受装置 像个电视一样 所以你大脑想要的东西 会被世界这台电视接受到 映射展示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想要什么样的世界 完全由你大脑所决定 那么由于心理法则 也就是你的想法 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 所以你现在的人生 其实是由你过去的想法所创造的 现在的状态 而你未来的人生将于现在所创造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 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想法的话 未来就不会糟 好 我们讲完了 吸引法则的内容之后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如何来实施吸引法则 吸引法则其实总共就三步 但是里面有很多细节 很多要点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 第一步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假设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 比如我想要什么东西 我想成为有钱人之都可以 但是这个目标 要尽可能的明确 不要模糊 就比如说我想考上大学 这就不太好 而是我想考上哪个大学 这就比较好一点 你要能够设想到当时那个场景 你考上大学那个场景 这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提到不切实际这几个字 这就说明你没有信的 这个是其实在第二步中非常重要的 我先讲第一步 比如说你要成为有钱人的话 最好也设定一个前述 有钱人目标容易太笼统 什么样的有钱人目标 如果这个世界不知道的话 它没有办法给你展示 而且你成为成功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验证了 如果自己也深信不疑的话 那一定是很符合我现在状态 这不会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 对 所以你的目标最好不要设太远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一点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这个目标不能是个愿望 就是说我想成为有钱人 这样的目标是不可以的 如果能成为有钱人就好了 这样的目标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深信不疑的那种目标 就是我就是要成为有钱人 明确准确深信不疑 我就要找到什么样的目标 我就要考到什么学校去 明确啊 为什么不能是个愿望 就是因为愿望就说明你心里 是不相信它能够实现 而这种不相信能够实现的 它无效还好 关键是吸引力法则 我刚才已经说了 你只要不相信 它就会把那个更糟的结果给你带来 所以你如果没有打心底 相信你会成为有钱人 你会直接成为穷人 是这样的 危险 特别的危险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大部分人无法实验吸引力法则的原因 就是吸引力法则这个设定的目标 它是忽视所有负词 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这个非常非常是无效的 同样 我不想得病 这是不行的 不会被忽略掉 不是副词 会被忽略掉 越不想得病 越得病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我可以说我想身体健康 可以 没有问题 最重要就在这个地方 心理法则是不接受否定形态 它所关注的是里边的这个主体 所以你想成为有钱人 就不能说我不想成为穷人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大家一定注意 就是你想法中 就不能有负面的词 就是不能有病啊 这样词出现 灾难就不行 直接希望世界和平 不能说没有灾难 对 要积极正面 所以切记 不要有负面词汇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千万不要有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会吸引来负面情绪 我就想他死 这也是不行的 这是负面情绪 而且根本上吸引力法则 叫吸引力法则 它是对内的 只对你自己起作用 所以你想他死 结果说谁死就不一定了 这就会反噬 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轻易的诅咒别人 吸引力法则不是干这个用的 那么在第一步设定好目标之后 第二步就是相信自己已经有了 已经做到了 已经实现 只是这个目标 现在还不在你的手里 什么意思 就好像你要相信自己已经中了500万 但是500万现在在银行方上 你随时可以去取 是这样一种状态 还不在你手里 但是你坚信 这已经是你的了 坚信的 那去不去取呢 不着急 不着急 千万不要着急 到时候它会自己来的 你要把它从银行里吸引来 不是你自己去取 当然这也是吸引力法则中 最困难的一步 就是你要对自己这个目标深信不疑 相信自己已经有了 不然的话就不会起作用 其实有很多人在无意识形态下 让这个吸引力法则失效了 就是他们都很自卑 自卑这个东西是出于潜意识 不是出于意识 你在意识层面 你可以装作自己很自信 但是自卑是在骨子里的 而吸引力法则 看了就是你骨子里这个东西 所以你表面上再说自己也会成功 如果内心是自卑的话 那你同样是不会成功的 那么怎么才能解除自卑呢 其实说难也不难 自卑往往来自于经历 你可能失败过很多次 你就会自卑 你可能生活条件不好 你就会自卑 你只要忘记这些经历就可以了 一切从零开始 就不再有自卑 当然忘记可能是另一个难题了 但是你要想成功的话 必须忘记这些东西 你觉得我是自卑还是自信 你自信啊 你很容易忘记你懂吗 很多成功人士根本就不记得 自己有那么多失败 完全不记得他们说出了以前的失败 都拿出来吹嘘 都是干这个 他们是骨子的 超级自信的人才能成功 那么只有消除了自卑之后 你才会真正的开始相信自己有可能成功 也别有可能自己已经成功了 那么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验证 你的潜意识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已经成功 就是当你真的信的时候 你会真的发自心底的开心舒服 但如果不是真的信的话 你会有各种违和感 说我有钱了 我真的有钱了 但是你骨子就会觉得有违和感 说我觉得生活怎么没发生变化 这就是一种违和感 真正信的人就已经开始享受了 躺在地上已经开心了 就好像已经做梦数钱了 这叫真的信了 这不像传销一样吗 我跟你讲 吸引法则之所以被 他们不就是营造一个自己已经有钱了的假象 然后去吸引 这是宇宙运载的基本法则 看你怎么去用它 有些人把它用在好的地方 有些人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 它能力太强大了 所以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就比像原子弹一样 你可以用在终止战争 你可以用在发起战争 刀也是这样的 火也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 能力强大的东西都有这个问题 能够产生问题 再说明它有效 不是说传销没有问题 那是它自己的问题 但是这个心理法则是有效的 原来他们都会用 都会用 但是有很多人只是听别人这么说 自己用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 而到最后就开始怀疑自己 有什么问题了 那就会出现问题 那有很多有钱人 也不过那种奢靡的生活 他还是会把钱吸引来 不是一定要过奢靡的生活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 不是所有人都想要过奢靡的生活 对吧 你不就不奢靡 对不对 你想象就是坐在这样的生活 那就是这样的生活 对不对 光是这样想的 对你就是这么想的 多惨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信了 它就会实现 会有这样吸引力的效果 其实这可以用两个理论来解释 一个就是物以类聚 我刚才已经说了 你只有信了 你已经试了 你已经有了 这样的生活 我才会真的靠近你 我才会真的靠近你 类聚 你不信的话 你还是原先那个状态 但它就不是一类了 不是一类 它不会信过来 还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 你希望怎么怎么样 一定要说我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是直播的时候吧 直播的时候说了 好吧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 你已经打心底里相信了 已经告诉佛祖 不用再给我钱了 我已经有了 这才行 我没有说不用 不用 我跟你讲 不用 我不会被删除掉 不用 这是第二步 那么吸引法则的第三步 就是取得你的成果就完了 但是取得成果之前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它需要慢慢吸引过来 你这个结果越远 吸引时间就会越长 那有什么快速吸引的办法 有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 吸引法则的一些技巧 能够帮你放大这个效果 那么吸引法则的第一个技巧 就是要训练自己 能够瞬间转移坠立的能力 我刚才说了 任何不好的想法 任何抑郁的情绪 都是从一点点的负面情绪开始 我们怎么扼杀 我不去想它的话 其实还是在想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立刻转移注意力 你把注意力集中在 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 这和佛教里边的冥想 其实是一回事 冥想就讲究什么 就抛弃所有的烦恼 去想自己身体 去想自己的这种气 去想自己的这种生化的感觉 这样的话 你生活中就不再有烦恼 这个负面情绪 不会被扩大 而你想到美好的东西的话 你会越来越美好 社会越来越辛苦 那么这种转移注意力能力 不是人生来都具备了 需要训练 你做到最后什么 就任何负面的情绪 都不会给你产生影响 你脑子里总是有正面的情绪 美好的情绪 你人生就是美好的 那么第二技巧 就是不要想太远 因为你的目标距离越远的话 时间就要花越长的时间 有很多人在这放弃 就是因为这 当初目标设太远 花太多的时间 结果在中途 就会开始怀疑自己 说怎么还没有时间 是不是不好用 结果就真的不好用 负面情绪就都来了 就在门口了 就差一步了 你坚持不了 那么第三个技巧 就是把你的目标视觉化 就是你想象 你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不能是一段文字 一定要是一个可见的 非常现实的一个场景 你想到你有钱 是怎么样的状态 穿什么样的衣服 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开什么样的车 和什么样的人在接触 在哪个城市 这都要想得越清楚 这个目标实现的速度 就会越快 如果太模糊的话 这个世界都不知道 你要找的目标是哪 很难吸引过来的 可是我既没有你说的那种 很负面的情绪 很痛苦的过去 但是也没有你说 我要怎么样 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没有这种具象化怎么办 也没关系 就说明你根本没有想要吸引什么人 就可以啊 那多浪费啊 不浪费啊 人人都有这个能力 一辈子都有 什么时候想要什么时候用 对吧 就说明你很满足 现在的生活就很好 它就不断吸引满足过来 各种满足 那不就不会进步吗 那你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进步两个字 只有满足两个字 那只能吸引满足 你要有进步两个字的话 就会吸引进步 那有这种不进步的思想 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吗 会啊 也会 和你讲不进步的人接触多了 他们就很难进步 其实是这样 比如说家里人都不想奋斗的话 家里只有一个人想奋斗 见见他就不想奋斗了 那么第四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你所谓的 怎么才能更快的实验 就是行动 行动能够加快悉尼法子的时间 就是他过来办 你可以往那边跑两步吗 常年目标跑两步的话 那就快了 也就是说最好不要光想不练 光想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究竟什么时候来就不一定了 为了让这个目标更快的加速实现的话 最好能够实际行动 而且切记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就意味着 你有些许不自信 有些许没有相信他的事情 相反的失败的结果就会被拽了 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检测 你是否真的相信你自己能够成功 就是如果你真的信了 你为你的目标在做出努力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累 不会觉得痛苦 但如果你不是真的信了 你说啊 还得背单词啊 就说明你没有真的信 那就不会成功 你就背了单词你不会成功 那么作者在整个这个书还有电影中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心理法则中呢 其实存在一个咒语 这个咒语啊 充满强大力量 只要说出这个咒语的话 或者从心底默念这个咒语 心理法则将会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作用 这个咒语呢就是感谢 就是说感谢呢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 它能吸引来各种各样正面的东西 你感谢别人 别人就会喜欢你 就会被你吸引来 你感谢钱 钱就会喜欢你 它就会被你吸引来 你想要什么 你就感谢什么就行了 我们要一直心怀这种感激之心 不用谢天谢地 谢谢你周围的一切就可以了 好 最后我来讲一下心理法则有什么科学根据 其实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在维度里面曾经讲过 说现在有一个大一统理论的后果 就是能够把整个世界的物理学 统一到一起的一个理论 叫超悬理论 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源 其实都是一个个颤动的弦 就一个能量圈 所有东西都是由这个能量圈组成的 那么这个能量圈 怎么会组成世间万物呢 就是因为这个能量圈的振动的频率不一样 它振动的快点就是水 振动的慢一点可能就是光线 而我们的思想其实也是能量圈 宇宙万物包括思想 所以我们思想 我们想的东西的振动的频率 它就会吸引来相同频率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苹果 它这个振动频率就和苹果的振动频率一样 这苹果就会来 是这样的 超悬理论如果是对的话 那这个吸引力法则就是对的 而且它一定是宇宙的基本法则 所以呢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影片 感谢 这个视频